屁股好像我 屁股好像你 嗯 Adan你觉得长得像谁 我看你 我觉得长得很像我 Desmo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baby looks like? 妈 我们去干啥 我们去做鼻操 什么是鼻操 Adan 你说什么是鼻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小宝宝在鼻子上 不能看到宝宝在肚子里面动 对 好 你看你也不像发生的 退烧了 我觉得他应该来 来学校 因为早上上午还是早上 我又来做产检了 今天要带两个鼻子来 跟我们进入到鼻操室 看那个鼻操影像 我现在是29周 尽量做一个鼻操就OK了 你记住妈妈跟你讲的 我们在鼻操室里面要安静好不好 嗯 我现在说 好 在这里小胖 对小胜的说好吗 我说你做鼻操为什么我们在 在这待在这里可以进去 进去 对 这两个人就第一次来这里 他放了一个多 他长得脆脆的 就是因为妈妈要生饱饱 所以需要到这里来 这里有医生有护士 可以帮妈妈检查 因为在妈妈肚子里面 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安全的 是小蝌蚪是吧 他告诉妈妈那些小蝌蚪是宝宝 是小蝌蚪 但是你 他虽然是滑 但是你这样的看 他不像小蝌蚪吗 是小蝌蚪从那么大 他看的是那个 就是宝宝 怎么要进到妈妈肚子里面 那些小蝌蚪 他说那个小蝌蚪 他是不是在小宝宝最小的时候 把妈妈肚子里就变大了 是不是 对 你看上面电视 我看电视 就不准备了 不是 flor姐 你闻了 咳呀 我发现了 我现在有什么看 我去看看 她的似乎 她看起来很快 弄开眼睛 可以 我可以对她的嘴巴 你能改变买书吗 对 好棒 再见 谢谢 有个好日子 然后护士给他们俩一人弄了一张 我看一下你的 这是护士姐姐送给你们的是不是 给他们俩然后复印了一张正脸的 然后Adan拿到手里就说好可爱 那个嘴巴好像Adan呀 小可爱 像你们俩头一样大 因为生你的时候医生说头大 生他的时候医生说也说头大 你看 嘴唇好像我 嘴唇好像你 Adan觉得长得像谁 我觉得长得像我 Defen 你觉得什么孩子看起来 我怎么看起来 Adan说他看起来 Adan说他看起来 明天让奶奶把你们俩的那个 思维彩藏画过来 对比一下 你们俩倒是都拍到正脸了 嗯 姐姐说妹妹的嘴巴长得像他 那你觉得妹妹哪里长得像你 嗯 很多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都像你是不是 对 大头大头大脸大鼻子 我哪里大 我看一下 有没有大鼻子 他眼睛好大 嘴巴也不小 嘴巴也不小 嘴唇线挺好看的 嘴巴挺好看的 嗯 是要做个好看的 是要做个好看的 是要可可可 我只不可以用小时候做个事情的注意 把眼睛放在指甲上 因为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差不多的 你说我们俩现在在这里干什么 俩在这里干什么 俩在这里干很久了 我们要去医生那里 现在医生在看其他的病人 刚打了什么 症 对刚打了疫苗 医生是建议你在孕期 因为我去年三月份打了 建议在孕期的话也要打一针 白白破 白喉白日咳 三种联合的疫苗 然后他这个主要是 直接把这个抗体 过给凯儿 但他出生的头两周还是头两个月吧 是自身就带有抗体的 所以胎儿比较好 你得想打针吗 不想 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已经睡着了 我们俩没有睡是不是 刚发信息给我 现在宝宝的体重呢 今天预估了一下现在的体重是2磅15盎司 换算成斤的话就是1.96斤 然后我宝宝刚发信息来问我就跟他讲 他就问我他说那宝宝到出生的时候有多重 我说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 只能等他生下来就知道了 然后宝宝整体的体重是有点偏小 但是这个也是属于正常的 也是我想要的 这怕他太大了到时候不利于我顺畅 虽然说现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顺 还是到时候跑 但是我会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饮食来控制 胎儿的体重 就把它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又稍微偏小一点吧 不要生一个像Aiden那么大的宝宝了 Aiden那个时候就太大了 妈妈都生不出来 吃饭了 今天上班 放假了 Aiden今天早上一伤啊 今天最后一天开心得不得了 好 好 谢谢大家